接下来讲的训练神经网络 第一个部分了解当时我们的输入 还有相对应的真正的这个目标 那这个这个是我们要提供给这个机器学习系统的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监督式的学习方法 那接下来呢 你资料进来之后呢 会经过很多的类神经的层 然后很多的层怎么样呢 就会结合成一个网路或是一个模型 然后把这整个叫做一个模型 把你的输入对应到你预测的所谓的这个目标 所以这是你预测的 那但是呢 你怎么知道你预测的好不好呢 我们就说一个损失函数 那这个损失函数呢 是在做这个反馈信号 也就是说呢 透过这个损失函数的增加或减少 来修正你这一些类神经里面的这一些参数 然后呢 你就得到一个分数 那你怎么去得到这个参数呢 基本上就另外一个叫做optimizer 这个最佳化器 决定说你的学习要如何进行 然后呢 你再把它回去呢 做权重的这个调整 那当然还有这边的这个权重 那一直不断的来回的做 直到说你这个预测跟你真正的 越接近越好 这是训练的这个过程 好那这个层这个概念呢 是深度学习的building blocks 基石 那第一个步骤呢 是从Keyless 从Keyless叫进来model模型 第二个呢 叫进来import layers阶层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model里面呢 点了这个sequential 循序的这个模型 然后把它指定给这个model 这个instance 然后呢 我们呢 在model里面呢 可以利用Keyless 提供的一个方法 叫做加 我们加这个层 这个层就是来自Keyless的 另外一个layer这个套件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方法呢 叫dense 稠密层 那什么叫稠密层呢 就是你的输入 完全的连接到你 所有的下一层 每一个都有连到 这叫稠密层 那我们在下一讲会讲 有时候 这样子的效果呢 是不好的 好 这个是后面要讲的 然后你的input shape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是三个特征 那各位要为举一反三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输入形状呢 不是三 那这个地方呢 就要跟着改 接下来呢 很简单 就是你的模型 这个是你取的名字 所以这个跟你取的名字 不一样而不一样 然后各位特别注意到 这个add呢 是python提供的 应该是说Keyless 提供的 所以这个呢 不需要改 所以这个 这个特别是初学的 常常这个地方的观念 会搞错 所以我又再一次的强调 这个是随着你问题改变 你喜欢叫什么 那有时候model呢 不是一个好的名字 有时候呢 你可能要用 针对你的问题 取一个更贴切的名字 那所以这个地方 就要全部改 然后呢 我刚才解释过 这个add呢 是Keyless提供的 不要改 然后下一层呢 也是稠密层 不过呢 它的输出呢 有两个 输出两个 那这边有一个 这个有趣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Keyless很好用 你的第二层呢 没有输入 对不对 没有输入的 形状的这个参数啊 引述啊 这个呢 Keyless会自动的判断 它会从你的输入 因为你前一层的输出是五个 就会当成这一层的输入 它会 这个 这个 就是在之前的输出层 会当成它的输入层 意思是这样子啊 就是前一层是五个输出嘛 对不对 所以到我们这一层 当然就是五个输入啦 所以它会自动 它会看这个五啦 意思这样子 那这个当然有优点啦 你就不用去记 这样子出错的机会 可能又更小了 那这个输出层呢 两个呢 也是随着你的问题而变化 所以你要会举一反三 如果你的输出有十种可能 这个地方有十个 如果你输出有一百个 这个地方有一百个